丽雅见自己停了生育 就把使女西帕给雅各为妾 丽雅的使女西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丽雅说 万幸 于是给她起名叫加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性中都具有利雅和拉杰的基因 当好事发生时 我们会向利雅说 好运来了 要不然就会说 这是我的本事 我的能力 是我该得的 相反的 当事情不顺利时 我们就会向拉杰怪罪于别人 就如她对雅各说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似乎这一切都是雅各的错 要不然就会怨天说 上帝 你为何不眷顾我 今日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要养成另一种性格 凡事感恩 扛起责任 面对问题 在伊甸园里 亚当 你应对上帝说 对不起 我得罪了你 对夏娃说 对不起 我没陪伴你 以致给魔鬼留了地步 来引诱你 夏娃 应对上帝说 对不起 我不听从你的话 失智走到善恶树下 听了魔鬼的话 对丈夫说 对不起 我自以为是 结果上了魔鬼的诡计 当我们愿意扛起责任 不再怨天尤人 甚至向对方道歉 我们将赢得友谊 婚姻 美好的关系 甚至赢得尊重 另一方面 将生命中的遭遇 归于命运 这将导致我们不再依靠 掌管生命的主宰 这正是夏娃 反对人赌博的理由 人不再依靠上帝 只依靠运气 让我们学习 凡事以上帝为焦点 常常感恩 不怪罪于命运 也不高举运气 只信靠上帝 因为祂是承担可信的主 Amen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的生命气息存留 都在乎你 甚至我的寿数 及所住的疆界 都是由你所定 我们的命运 落在你手里 是何等的加美啊 因为你是美善 慈爱 智慧 全能的上帝 同时 帮助我善用你的恩赐 能力 智慧 好好的管理自己 走在你的真道上 好让我一生的命运 是美好的 是荣耀你的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